欢迎大家来收看笑笑堂 让我们欢聚一堂笑笑十年少 游湖提涌 这一年春间 许文长到杭州游览 一大早就往白衣渡去 他一边饱览湖光水色 一边凝涌诗句 不觉到了屋山 排眼望去 见那边亭子里坐着很多人 原来是一班文人 在副诗作画见送客人 许文长信不走得进去 这班正在高弹破硬的文人 见来了陌生人 都现出骨骼之色 但主持的那个人 见许文长举止从容 就勉强招呼说 我等在这儿送客一诗 胸台如优雅性 不妨稍作片刻 以便求教 说着就把一幅表装精致的 手卷递了过来 许文长并不轻让 顺手接过来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原来画的是一幅 柳平送别图 虽非名人手笔 倒也有几分功夫 只是所提的几首诗 却竟是陈词烂调 毫无心意 因此 看虽然看了 但没有说什么 主持的那个人 见他一言不发 用不肯动身离开 以为他假中风雅 根本不是货 便有意要当场 使他能看一下 因此 似笑非笑地说 胸台固有高材 不妨你此家去 许文长也不答话 拿起笔站开墨 看头向亭外 看一看 眼前一行吹流 正面着春风轻轻浮动 便若有所得的限道 东边一棵柳树 西边一棵柳树 南边一棵柳树 北边一棵柳树 这般文人 看他写完第四句 心笑果然不出所料 这幅手军被他糟蹋了 竟写些柳树柳树的 像什么样子 其中有几个 忏不住气的 刚想开口责问 却见许文长 非笔集书又写了两行 纵然地丝千万条 哪能玩得行人柳树 大家看把这两句一转一截吃了一惊 再把前面写好的四句连起来读一读 有情有警 朗朗上口 写得既通俗又轻雅 紧不住同身半道 真是家具家具家具 这时在湖山幽静的山谷里 传来了几声杜鹃的叫声 经常想了一下 便接下去写道 山前凝度雨 山后凝度雨 山上凝度雨 山下凝度雨 行不得也不得 不如归去 许文长写吧 把笔一丢 轰轰手就走了 杜鹃的叫声 一声声还从山谷中传来 这般文人看看画中 依依惜别的一对情人 读读陌生人留下的诗文 在听听山谷里杜鹃的叫声 越读越觉得这诗文 情景交融 其味无趣 知道写诗的绝不是一个寻常的人 便急急忙往前追赶 求他留下信念 居文长一笑作谢 飘远而去 后来这般文人才打听到 那陌生人就是绍兴才子的徐文长 自从徐文长写出那诗文以后 一诗传为美坛 年年春天 许多人都欢喜到 孤山听听山谷中 春鸟的鸣叫 后来这地方就叫空谷传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